你知道世界各地的学生都穿什么样的校服吗? 在英国的学生,校服基本都是统一的颜色 而女孩会根据天气选择裤子和裙子 但有的学校不允许男孩在夏天穿短裤 因此德文俊伊斯卡学院的学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学校禁止穿短裤,但是没禁止穿裙子啊 于是他们就穿着可爱又迷人的裙子来到学校抗议 但他们不是唯一穿裙子的男孩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男孩们也穿短裙 他们主要是为了女孩不可以超过一定高度的裙子 而男孩可以随意把短裤往上提 抗议学校这种双重标准才穿的 而随时间推进,人们穿着开始中性化了 英国并非所有学校都是现代化的校服 以560年成立的基督医院学校 就一直穿一模一样的服装 漂逸的斗篷式连衣裙 搭配小银扣,棕色皮带,黄色长袜 如果再加上两根魔法棒 看起来就像是霍格沃茨的魔法学生 在苏联,男孩被要求穿深色西装搭配白衬衫,打红领巾 女孩穿白色围裙和西袜,并带蝴蝶结 虽然在1994年被废除了这项规定 但仍有一些学校还有保留这个传统 和苏联的校服一样可爱的 还有日本的校服 男孩基本都是黑色的军事服装 女孩则是水手服 但他们不会穿那种正装鞋 而是白色的鞋子 这是一种柔软的室内鞋 可以保持学校地板的干净 在日本的传统中 在家都会把鞋放在门口 可以维护室内的清洁 是很正常的事 因此学校会有一个叫玄关的地方 让学生们换上小白鞋 他们鞋子上还有不同的颜色 以此来区别不同的年纪 日本左鹤鞋 在2021年以前 学校还会变态到 检查学生内裤的颜色 必须是规定的颜色 如果颜色不对 那就会被要求脱掉 这相当丢人 也相当变态了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